好 桃園醫院爆發了群聚感染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緊急宣布居家隔離的人數 有超過五千人 而這五千人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是用當時院內病患一千兩百人 再加上陪病者和同住者 加總起來預估而成的 我們要帶來看到的就是 各縣市統計的匡列人數也破了光 到目前為止 臺北市是六人 而在這個新北市的部分是三十人 桃園當然最多是五百二十六人 花蓮也有六人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就估計了 可能是有四百到五百位的新北市民 被匡列其中 已經啟動了整備工作 而至於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則說農曆年前 可能會有很多人從國外返台 他坦言有點擔心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緊急宣布回溯 部立桃園醫院感染相關的範圍 目前匡列大約五千人左右 桃園市長也特別呼籲 符合條件的人要注意 鄰近桃園的新北市更是馬上動起來 因為匡列的人數可能越來越多 初步統計全臺隔離人數分佈 北部地區吉隆市的兩人 分別是出院者還有陪病者 台北市有六名不逃醫院轉出的病人 新北市的三十人是目前已經接獲通知的 不過按照以往的比例推估會有四五百人 桃園市是擴大居家隔離的大宗 總共五百二十六人 而且可能還會增加 新竹縣市有零星個案被匡列 但實際人數都不透露 苗栗縣的三個人是戶籍在苗栗 但不在當地居住 後續的追蹤裁檢 交由居住地的衛生局 雲林縣的兩個人雖然都是縣民 但都定居在桃園 都沒有返鄉隔離 至於東部地區宜蘭縣的藝人 也是不逃出院的患者 因為身體又出現不舒服 但因為已經無法回診 就直接在有家人陪伴的宜蘭 當地醫院住院當中 花蓮縣的六個人都是陪病者家屬 台東縣也有兩個個案符合匡列的條件 外島的金門縣 一個人是不逃病患 出院之後留在台灣 他的陪病者目前已經回到金門工作 縣府都已經通知到他們 進行居家隔離當中 地方政府雖然很著急 但也和中央站在一起 除了已經在超前部署 更希望匡列名單快快確定 才能上下一條心 把疫情的衝擊降到最低 华日新聞做不到